嘿,大家好,我是柳树莉 前几天忙不宜唱的出海一听了吗 我也是去年刚毕业的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呼呼流T 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大家都很难 齐悦缩紧预算,有个公司为了火下去 裁员裁掉半个公司 导致这些毕业生找工作是难上加难 很多毕业生毕业之后开始了独居生活 大城市生存艰难 想要找一个好屌的环境预算又不够 喝醋的话就算是隔断房半地下也得抢破头 所以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毕业独居以来用过的一百元不到 但是非常提升幸福感的好东西 希望能够帮大家更好更快的 适应毕业工作以后的生活 很多毕业生都是好几个人租一间房子 房间里可能没有用来做饭的设备 吃外卖不降纲 想吃点好的东西都是三五百 所以第一个要分享的 迷你变主锅 我真的太爱它了 我碰到自己独自幸福 一个小伙伴跟我共同幸福 它真的太可爱了 没进入它做饭的时候 我的心情都巨好 这个锅上有个凹槽 可以支撑着手机看剧 这个就是我吃饭时候的状态呀 吃饭五分钟 选飘两小时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下层煮 上层蒸的锅 忙的时候给自己下一碗面条 咸的时候给自己煮一锅粥 啥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蒸个螃蟹 煮个火锅 什么一个人吃火锅 就是孤独的第几层第几层 矫情 放屁 胡说八道 你根本想象不到下一天 窝在自己的小锅 给自己涮羊肉就多幸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上午十点钟点个外卖当早饭加午饭 为了省配送费多点一点 晚上热一热再吃一顿 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有问我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 什么什么牌子的拌饭像 配着外卖吃特别香 而且他用的是强烈推荐 非常开心的语气 整个我一下就觉得 就挺难过的心里 怎么也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想给你们买一个这个 配套的还有一盏实的碗筷 单人用的一套刀具 像各种大小的碗呀 大刀 小刀 脸子 削皮器 按板 设计的都很好 也不占地方 这些碗说实话我也不太用 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刷碗 所以一般能在锅里吃的话 我就在锅里吃了 这个刀 有很长的吗 个锋利的锦 谁要是 白条老子 买这种单人餐具 刀具的时候 我还挺感慨的 只有独居的人 达到相当大的数量 才有可能催生出相关的产业 有个综艺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我要这样生活 讲的就是独居的事情 世界上一个人的人 不只有你 也不只有我 现在好多人都鼓动这些刚入海的年轻人 这个什么生活要精致 要有遗失感 屁 都是消费主义的陷阱 谁不想过得精致 那不得花钱吗 穷 要怎么精致呢 咱们就得把这个钱呢 那精致在刀刃上 像买个花呀 这种虚头八脑的 可以往后烧一烧 买一个确实能帮到自己脸的面膜 可以往前提提 说实话 我最开始听到格莱美这个牌子 我心里想 哪里冒出来个山寨格莱美野鸡牌子 在这里咕咕背 但是我一查资料 估了我寡闻了 格莱美是亚什兰带集团旗下 诞生于好莱坞后台的明星护肤品牌 这款蓝灌面膜 号称解渴面膜 主打的是修护保湿 持丢水润 我的脸现在还是挺干的 它这个味道是那种椰子的甜香 好像在海滩度假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好闻的护肤品 这个面膜附上去之后感觉凉凉的 很适合做夏季晒后修护 面膜附十分钟 然后洗掉 或者当成顺便面膜 涂抹着睡觉也可以 洗完之后感对皮肤真的喝饱了水 又光泽又透亮 摸起来又滑又嫩 这个产品介绍说还可以用来擦干燥的胳膊肘 脚后隔 什么家庭 520块用来擦脚 你想干什么 但是现在格莱美淘宝基建店搞活动 买蓝缎面膜50克 还送三个奇特小样 突然呢就感觉自己好像有了这个条件 能够让自己的脚感受一下这个贵妇待遇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眼床上 这个床头三角靠枕 绝了 很多毕业生租在房子里的床 可能没有什么靠背 就靠着两艘硬帮帮的床 这个靠枕非常厚实 角度也很合理 能够很好的支撑住 你在床上各种姿势的单人运动 如果你喜欢高一点厚一点的枕头 可以把它直接这样翻过来睡觉 也可以抱着睡觉 这男朋友是什么呀 嘿没听说过 靠着靠枕 再用这个小桌子刷卷 生活美好 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这种小桌子你一定要买这里有凹槽 这个地方可以放水杯的 要不然桌上的可乐撒到了床上 2020年3月21日 某多的洗床 身上的可乐势都来死 现在眼瞅着吧 这个天是越来越热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那种招蚊子体质 我之前呢 有一次跟一个可爱的小哥哥 一起出去玩 我到一半呢 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只蚊子 把我的眼睛盯成了这样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UK尾小精灵趋蚊水 插去题外话 UK尾家有一款情侣牙膏 是关小彤代言的 关小彤情侣牙膏 你品一份钱 花出了两个人代言的效果 这款趋蚊水不含碧蚊胺 里面都是纯天然的植物成分 像金银花啦 枝草啦 五菊啦 孕妇和宝宝也可以放心使用 长效趋蚊8小时 被蚊子叮包了 还可以止养消红肿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最近换了一个很少女的床单 因为它还有一军储满虫的作用 所以我还会在床上喷你钱 我睡起来下午工作 头脑忽分沉沉的 我也会喷一点 让自己轻轻轻轻 顺便赶走蚊子 工作效率更高 待他出去玩的时候 还可以拿这种分装瓶带一讲 夏天万能手 时刻防蚊虫 可以给家人买上鸡瓶 让我们的爱时刻保护着它们 我就是那种不太讲究的人 我心里有一个原则 你要是没啥钱 那你就在你必须要买的东西上 实际有花钱 可有可没有的东西 那就相当于没有 像床单呢 杯子呀 桌布呀 每天都要用 还会用很久 你就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千万不要觉得 另一个便宜10块20块 你就凑合 每天从好看的床上醒来 从好看的杯子里喝水 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这个桌布 你一定要就要买这种防水防油才知道 水自贩自 那是吗不易擦 焕然一斤 我感觉自己现在好像在教 那个生活想要找 我有个朋友 大一9块9包油买了一张 整整用了四年 另外说到花钱省钱 这个我还想再提一句 朋友们 你的时间也是钱 而且更值钱 我经常看我身边的人 为了10块8块的满碱的包油 算上一两个小时 这个时间浪费的 我都觉得很心疼 这个时间你出去洗盘子 也不止值这个价格了 你看似好像是省了一点钱 但是你花出去的那些时间 原本可以做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说到省时间 哎朋友们 脏衣楼 我愿称他为懒人佛祖 一套衣服穿脏了 换的时候可能直接就洗了吗 不想我中国懒人协会会长刘志烈 不允许 不拿脏衣楼攒出一堆衣服 看一国洗衣机 那都算吃亏 大家买的时候 一定要买这种双脚离地 病毒上不去的 要是买那种底部 直接贴着地面的 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 上面全是头发和绒毛 还有这个小夜灯 我买的是小米的 它是冲锅启动关闭的 天黑了之后会自动亮起来 但我就很怕黑 就坚强的外表下 要走短地方啊 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光源 你就会安心一点 你毕业之后会很精彩 会绽放自己的光芒 但是没有 我实话跟你讲 你会很难的 被教育了这么多年的男女平等 面试的时候 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况 并不少见 说了那么多年的条条大路 通罗马 有人费劲巴拉 刚踏上罗马的起跑线 有人户口所拆地就是罗马 吃的一般 住的一般 跟以往的朋友 联系越来越少 工作不一定很顺利 所有的委屈 积攒到一起 打印及出户上这种小事 会成为鸭子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你崩溃大哭 还有在朋友圈 死伤自己过得很好 跟爸妈抱怨 你会发现 他们比你更担心 但是包不上什么忙 渐渐你选择了 报喜 不报忧 生活很难 然后解决的办法 就是好好生活 买一些让自己幸福的小东西 从平凡的生活里 抠出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提供